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昆虫无线会社有线公司的创办人蓝仁廷先生来接受独角传媒的专访 我们欢迎小蓝 哈喽大家好 我是昆虫无线会社有线公司的创办人蓝仁廷 那我同时也是南投甲虫馆的馆长 一般昆虫同好一些小朋友都直接称呼我小蓝 请多指教 是 您好 那很高兴邀请到您喔 就是您过去啊其实是有成立我们南投的甲虫馆 对那你可以帮我们介绍这一段的一个故事吗 因为我本身是毕业于屏东科技大学的野生动物保育研究所 对 然后我本身从小就很喜欢虫与鸟兽 其实我不只限在昆虫 然后就有印象以来可能还没有上幼稚园 我就会去野外去抓一些蝗虫回家饲养 最有印象的就是蝗虫还养到繁殖 生出很多小的弱虫跳到整个家里这样 没想到三十几年后自己有机会开立了昆虫公司这样 对啊从小的过程就是除了昆虫啊也很喜欢钓鱼 然后到了高中生态保育社那时候就很迷赏鸟 所以就几乎所有的野生动物我都很喜欢 对所以有机会硕士才去念了这个保育的研究所这样 对 对 所以是进了就是更投入这个昆虫啊 保育动物的产业 那其实我们在成立其实甲虫园已经17年对不对 那你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说 当初在经营甲虫园的这些经历 当初会成立甲虫园主要是因为 大概在20年前就2000年的出头 那时候日本很流行 饲养昆虫 他们那时候也开发了一个叫做甲虫王者的卡通 可能有点年纪的小朋友就知道了 他 就有点像类似现在的宝可梦卡 他们 在百货公司啊一些大卖场就有那个机台 哇那时候非常流行然后传来台湾也是 造成一个旋风啊 就一股脑的大家流行追求 要饲养昆虫然后去玩这个机台这样 那时候就开始 台湾就开始出现了有所谓的昆虫店 昆虫专卖店 就一窝蜂的跟风流行这样 那时候我刚好在念这个研究所就感觉到 虽然很多人开始喜欢上昆虫 可是他们对昆虫的知识 或者是饲养上的技术 还跟不上这个流行的速度 就变成 有一些乱象啊 比如说不会养啊 养养就死掉或者养养乱丢 然后这些对我们念保育的方面就是觉得 这样不行 所以 那时候一个很大的动机 来 想要创立一个甲虫馆去推广正确的昆虫知识 然后去教民众怎么样去释养这些昆虫 这是我主要成立 甲虫馆 从事这个事业的一个动机 是 那但是我们真正成立的 这新的一个 昆虫无限 有限公 昆虫无限会设的这个公司的企业 其实也是透过一些政府支援的帮助 对不对 那这部分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就因为在 这17年的创业在南投这个地方 对 让我觉得最困难的 就 其实是 人才外流这件事 是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他本身没有大学 然后小朋友 从小他爸爸妈妈 带在我身边 跟我学起昆虫交流昆虫 对 我都 开玩笑说 我都是帮 我们其他同业昆虫馆在培养 客人 对 因为他们小时候养一养 那时候没有什么零用钱 都花不了什么钱 可是他们长大离乡背景 就一定要去外地去念书 对 可能比较经济能力条件比较好 他们就选择在外地释养昆虫 就 也不是我赚到的 虽然是开玩笑 可是事实上 我们在南投所面临的就是人才外流 对 然后刚好有一个契机是 近年 那个国家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南投的中兴新村 他有一套整体规划的一个 建设 他们投入很多的资源资金 要建设中兴新村 就是以前省政府的一个地方 这样 然后尤其他 规划的三大核心 中间在南核心的地区 他有想要设立一个大学城 就是希望把台中的中兴大学 对 把他慢慢的迁移过来到南投这个地方 这就让我们感觉到一个很大的 动力 一个希望 因为他中兴大学 他农学院就是 最有名就是他 台湾为二的昆虫系 包裹在里面 就觉得 以后可能会有很多交流的机会 甚至要产学合作的机会 对 然后同时他 国家发展委员会在我们中兴新村 他也有设立一个 地方育成中心 他主要就是要培养南投在地的一些 青年创业 然后在 我们当地 在地一个 去发展 然后刚好我有看到这个计划 所以在 2023年的6月 我也去写了计划 然后也很荣幸的通过了 评鉴 然后加入他们 就是成立了新品牌 昆虫五线会设章 是 对 那其实当初就是有荣幸我们成立之后 其实在成立的 开始早期还遇到了一个 小小的挫折 对不对 那时候好像你的毕生心血都有一点点 其实 就 过去这个甲虫馆 其实中间的一些 干苦是很多啦 就包括像我们 会去深山里面会去 找昆虫观察昆虫之类的 也有遇过类似 快要 严重到差点山难回不来那种 都有 然后 甚至到 比较近期还发生一个 一般人通常就直接放弃的一个状况 就是 对 我们饲养昆虫都有所谓的 恒温的温控室 是 热气冲出来 心里就觉得是完蛋了 然后果然 里面成千千上万的昆虫就死掉 那时候跟我太太 去收拾这个残局 真的叫做收尸 就是 全部都死掉 都是尸体 就收了两个多礼拜才清理完 就算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还是坚持下去 因为毕竟就是 有热忱 热爱这个东西 我们也是慢慢就是在 恢复 建立起来这样 这就是 对 有过程有这些的小插曲 对 如果对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这是蛮大的打击 其实已经收集了很久的一些 我们的饰养的一些 甲虫也好 然后 就复制一句 很多昆虫同好 其实 也曾经有遇过这样 他们规模没那么大 通常是一个小柜子 还是一个小冰箱的 虫死掉 他们通常大概就放弃 就不会再养虫 对 会可能就会大受打击 那其实这部分你的例子也是带给大家 是说 我们对昆虫的热爱在这件事情上是真的可以展现出来 我们又重拾信心又继续 继续来我们 做我们的昆虫 的无线会是有线公司 对不对 那你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说 你其实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例子 在 这些 在推广这些甲虫的时候 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些 你印象中在举办的一些活动 我如果自己讲这个可能 大家会觉得老王卖光 可是如果实际上 你们去看我的 官网我的网站 很经营 就常常有客人都会 很疑惑的跟我讲 你们的网站怎么都没有什么在卖东西 就通常我们就很真心的在推广 我在网站上分享的 常常就是昆虫的资讯 或者是 画家场跟葱油之间的聊天 画家场 对 对这个 我觉得是我经营的一个蛮大的特点 对 就让他觉得 很不一样 是 然后刚好在去年 我们南投的一个 百年老戏院 就南投戏院 对 他有找我合作的一个 那个活动 就是他们上映的 一部关于昆虫的电影 叫做 《消失的子班碟》 是 他 找我去合办的一个 活动这样子 然后事后 我就很好奇的问那个 百年戏院的老板 就说 我们平常都没有交流 你怎么会找上我 然后那个 第三代的老板 年轻老板就 跟我讲说 因为他 事实上他一直知道我们 这个昆虫馆的存在 因为其实我们离得很近 走路就会到了 对 然后知道南投有这样的一个老昆虫馆 然后他有观察了我的那个网站 他就说 这个很不一样 真的很用心在经营 跟我们百年老戏院一样 不会只是 想要票房而已 他们 我们都是 对这个地方是有感情的 他讲了所以他才找我合作 他讲了这一段话我们听了就觉得 还蛮温暖的 这样默默的用心 就是有被看到这样 有感受到这样 这很让人家感动 那再来就是 其实我们 在经营真的要成立昆虫 无限会社 其实有一个企业的核心的理念 想要做一个推广 那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过去的昆虫馆大部分就是 我一个人然后 有搭配一些伙伴 对 去做推广 可是一个人的能力跟时间是有限 然后现在有了一个新品牌新公司 我会 希望去号召更多的昆虫同好 一起来合作 然后 当然也是推广我们的初衷 就希望把 昆虫 然后以及保育这个观念 推广给更多人 然后借由公司 这个层面去跟EA合作 对 更多元的发展 让更多人看到这样 对 而且现在其实我们是想要有 我们也有培养一支团队嘛 那可以来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团队的一些优势吗 我们团队的优势就是 本身还有一些讲师 我们是着重在 户外观察 我们本身在户外观察经验是非常扎实 甚至我们也会到海外 去观 参展 对参展啊 去做观察 对 这一点是 不同于 其他的同业 对 像我们的 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团队 去带活动 我们是偏向实境的 对 我们不会说设定好 SOP 准备好道具 去教你上课 我们就真的带去野外去观察 像这样就是我们 第一个优势 对 然后 第二个优势呢 就是我们 有收藏很大量的那个 昆虫标本 对 在 昆虫标本这一块呢 也是一般同业间 比较少去接触这一块的 对 因为我们主要想要 推广 这个标本的真谛 就是 虚余化有能 对 就是 普遍昆虫它寿命都蛮短的 对 然后一般你如果释养完死掉 就随意丢弃 它就是形同一个虚可 这样子 对 我们在推广 如果你可以 加以去把它做成标本 就会 产生一个 无形 永续的一个 资产 所以我们有在推广这一块 包括 在教学方面 然后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收藏 对 然后像 像 我们 历年来去 外面参加昆虫展 我们也都是以标本的呈现去展示 然后像去年的 台湾 国际昆虫博览会 是 也有台大的研究生去现场做那个调查 他就是 有他们来认定说 我们 公司 所展示出来的昆虫标本是现场几百个摊位里面 种类最丰富 而且标示最明确 资讯最明确的这样子 这也是我们的其中一个很大的优势这样子 是 对 然后我们团队里面 我们 也有去结合 昆虫系 台大昆虫系 中兴昆虫系的 伙伴做合作 我们未来也会有那个 产学合作 然后也寻求他们一些更专业的知识 来支援 这都是我们的 优势 对 那再来就是 就是我们想要请你来谈 说我们目前昆虫线会设他一个 短中长期的一个发展规划 如果就短期来说 因为我们 这个新品牌成立也不到一年 所以我们会在地方 就是我们跟中兴新村那边有一个场域做合作 会藉由这样的机会 我们会 多举办昆虫的主题 我们的昆虫主题也是蛮多元 而且创新不同于坊间你看到的那些 我们会举办很多新奇的主题 去活化地方 让我们原本比较缺乏的地方的一些科普教育 这一块去活化它 然后同时也希望 藉由这样子去吸引外地的人来我们中兴新村 南投市这边去 参与 活化这个 场域 同时也是 就是我们自己新品牌去打广告这样 打知名肚子 像我们 去年底12月刚好 搭配圣诞节 我们举办一个 全国最大的 昆虫主题的圣诞派对 这个很酷 去年吗 就 2023年的12月 那时候刚好我们昆虫无线会是已经成立的 所以办的一个活动 那是在南投举行是吗 就南投的中兴新村 所以过程中这个活动应该是很让人家兴起跟满意的 对啊 从 屏东到基隆都有昆虫同号 就北中兰这样 特别下来参加 所以人是非常的多这样 多到我自己也蛮惊讶的这样 这个小地方也可以吸引这么多人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 这听起来很让人家振奋喔 其实我们南投市可能未来就是 可以把昆虫的这个主题可以 带入地方发展 然后可能 可以成为一个指标的概念 对不对 这也是你希望的 其实我们南投的自然资源是很多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 没有靠海嘛 四面环山 那本身的森林资源 自然资源 昆虫资源 动物资源都非常的多 对 可是一般人 或许南投就是去一些观光地方而已 他不会去重视这个比较深层 对 去了解他的那个 所以我们 借由这样的办活动 吸引大家来南投 除了活化 地方之外 也希望能让 当地的一些人才有机会可以发挥 自己的所长 就一起来合作 一起毕业合作之类的 这样 这就是我们短期的目标 嗯 那中期其实我们有对一些环境的一些 想法 对不对 想要推动一些 目标 中期规划的话因为我们行政院的环保署 他们在推一些环保政策 其中里面有一点就是提到说循环经济 对 这个 其实配合我们昆虫的 产业 我自己心中也有一套的商业模组 是 比如说 利用再生的资源去饰养昆虫 嗯 他们的幼虫啊 的一些耗材 对 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再生能源去饰养它 然后饰养出来的昆虫当然就是比如说提供教学啊 或者是提供宠物的 买卖饰养 对 这个都有商业的一个机会 对 然后再去繁殖 就是这样一个循环 然后向它饰养 吃那些再生资源之后 吃完所排泄出来的东西 我们可以拿去 做种花种菜 就其实我们有规划一套 是配合现在政府 环保政策的循环经济 这是我们中期会去把 这一套的商业模组走得更完善 更完整的一个计划这样 对 那最后其实我们带到长期的话 其实有一个中期的目标 也带到我们的初衷跟理念的部分 对 长期的规划 其实我在还没有成立公司 就是之前 昆虫馆的时候 我心中其实一直有一个计划 可是这个计划蛮大的 就 那时候觉得不可能 因为那时候也 甚至连公司都还没有 就默默心中有那一个计划 然后现在因缘计会有成立一个 这个新品牌 有这样的公司 我们其实有开始着手在 进行的 只是这个计划 有点 就暂时先不变公司 也是有一个远程的 规划靠 对 这其实 其实是感觉很振奋 就是从我们真的成立一个昆虫无线会社之后 其实很多的新众的目标可以慢慢的去做一个实现跟规划 那最后我们大家是创业的 如果有一个创业者也想要投入甲虫 昆虫的生态 那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通常会投入这个算是比较冷门且新兴的行业 通常我相信 本身一定对这方面也有相当的兴趣 对 然后就我来说就是工作跟兴趣能够结合 当然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可是我们的理想跟梦想 往往又跟现实的获利 会有一些冲突 对不对 对所以 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就是 考验我们自己创业者要去衡量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建议这样 因为 我观察了这个行业20几年来 也看过很多 他的兴衰 同业之间的兴衰 毕竟 这个行业的门槛其实 硬要讲也不高 也蛮多那种社会新鲜的年轻人 可能有 几十万他就来投入这个行业 创了一个工作室之类的 是 可是往往就是 没有先规划好 雷声大雨点小 就是 一下子撑个几年就默默消失了 这样的例子其实蛮多的 所以就是 鼓励大家说 建议就是先 想好 再来好好的 做这样 从事 对 我们今天很开心说 我们小兰 就是 真的透过政府的帮助 然后 成立了 我们的昆虫无限会社 其实对我们 在你从事的 17年以上的这些昆虫相关的 产业 其实是更有动力跟方向说 要把心中的蓝土 带到未来 然后把我们的这些昆虫的 爱好 可以让更多大众都知道 对不对 那其实未来目标 可能也希望把我们台湾这个 昆虫展 或者是这种 博览会的可以建立我们台湾在 在相关的产业上面有一个立基之地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小兰的分享 今天 很高兴你带来的 甲虫 然后还有文化 传承 还有知识教育的传承 谢谢你 谢谢 感谢 优优独播剧650 poverty 北杯 解释